嗨 大家好 我是Mark 今天要跟你说明的就是爱多美到底是什么 我分成三部分ABC来做简单的说明 爱多美公司背景与爱多美产品 爱多美的分红 爱多美改变一生的机会 那就开始吧 首先爱多美就是一个卖日常生活用品的网络公司 从早晨刷牙洗脸 化妆用品 到晚上洗头洗澡 肌肤保养 家庭清洁用品 还有一些机能性的食品等等应有尽有 而且只卖天然无毒的商品 爱多美产品主打的就是大众精品 也就是具备绝对的品质与绝对的价格 这时你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 简单的说就是产品的品质 具备专柜的品质 价位却只是大卖场的价位 那为什么品质同等于百货公司的专柜 但是价位却只是卖场的价钱呢 这时候就要先提一下爱多美的公司背景 爱多美系由韩国原子力研究院 跟韩国科马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科马B&H公司 专门研发制造爱多美的产品 而且是让爱多美这个品牌永久独卖的 你可能没有听过原子力研究院跟科马公司 韩国原子力研究院是世界第二名的研究院 是由韩国政府出资的 仅次于美国太空总署NASA 名下拥有1300名博士与4000多名的研发团队 专门研发尖端生物产品 而韩国科马是百年企业 也是全球第三大化妆品公司 像你所熟知的知名品牌 蓝蔻 香奈尔 斯森糖 碟装 等其他数百种品牌正是由科马公司代工制造的 所以这样的背景造就爱多美产品 具有绝对的品质 国家级的保证 但为什么价位却只是大卖场的价位 你可能不知道一般专柜产品之所以卖的这么贵 就是包括了广告费 代言费等等其他费用 而爱多美产品都是由网路直接贩售给消费者的 你只要透过电脑动手指或滑手机 就可以将商品网购再配到你家 所以省去了广告费 代言费等等其他中间商的利润 让我们能用便宜的价位买到高品质的商品 而爱多美的产品也获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韩国是化妆品保养品数一数二厉害的国家 其中爱多美金华裔获得奖应实奖的第一名 奖应实奖是韩国最高科技大奖 第二名则是林爱代言的厚 你可以上网查查比较厚与爱多美的容量与售价 你就会更清楚厚一瓶要卖多少钱 所以我用四个字来形容爱多美的产品 就是物美价廉 接下来我拿爱多美与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超市 做个简单的比较 一般我们所熟知的 加热服 7 屈城市 全联等超市共同特色就是 一 加入不用钱 顶多就是50块到100块的公本费 二 不需首购 也不需额外缴年费 三 消费没压力 四 会员小红利点数 顶多就是累积点数换做一些商品的折扣 或是换一些赠品 五 消费无阶级 价差之分 也就是所有人消费都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加入的比较久 或刚加入 商品就算你比较便宜 或比较贵 而爱多美跟这些超市的概念一模一样 一 加入会员 台湾只要50元 二 不需首购 也不需额外缴年费 三 消费没压力 完全是自然消费 也就是缺什么 买什么的公司 四 消费也无阶级 价差之分 所有人购买商品的价钱都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加入的比较久 商品就算你比较便宜 五 除了吃的之外 产品30天内可全额退费 即使你用到一半觉得不满意 爱多美还是愿意把费用全额退还给你 六 每个产品都有产品责任险 来保障我们这些消费者 七 会员想红利点数 累计点数换现金 爱多美是直接换现金给你的 所以我们平常去的大卖场 我们永远只是个消费者 买了一辈子的生活必需品 钱也不会回到我们手上 当他们累积足够资金 就可能再去新建其他的店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只是换个品牌到爱多美 同样也是消费者 一方面可以用便宜的价格 买到高品质的商品 而且爱多美除了自家商品外 还会找当地的优良厂商合作 生产更多爱多美优质的产品 像爱多美的卫生纸 就是由台湾正隆职厂制造的 金油贴布也是台湾厂商制造的 另一方面消费者还可以参与利润的分配 爱多美是会将利润回馈给愿意分享的消费者 也就是消费转收入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消费转收入呢 这时候就来看爱多美累积点数换现金的 简单游戏规则吧 首先爱多美的每个商品都有点数PV 当你是爱多美的会员 你就会有一张自己的吉典卡 累积你的点数PV 而且是永远不会归零 爱多美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消费连结 以你为中心把消费者连结起来分成 左边跟右边两条线 也就是今天你分享的人 你朋友的朋友 甚至是你不认识的人 消费点数都跟你有关 而且这样的消费连结是无限延伸 还可以跨国到其他爱多美开幕的国家 同等于你的分店是可以开幕到其他国家的 所以你就又有了左边的总集点卡 跟右边的总集点卡 当左边的总集点卡跟右边的总集点卡 都累积到一定的点数 爱多美就会直接换现金 汇到你指定的账户 累积到点数可以换多少钱呢 从台币750块 2000块 甚至到45000块 随着时间累积 当点数累积越多也越快 爱多美还有另外的群球分红给你 所以才会有会员在爱多美年薪百万 千万以上的收入 这就是所谓爱多美反例倍增 不过你可能会问 这样不是收入无上限吗 爱多美还是有个封顶的标准的 只是这边我谈的比较浅 所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爱多美分红 就是全世界所有会员 自然的重复消费 就等于我们的终身凤 而你当初加入会员才花50块钱而已 而且是终身会员 你没看错 终身会员也就是当你躺进棺材以前 都还是会员 当然是终身凤 这支影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可以改变一生的机会 而爱多美目前在全世界开了多少国家 你可以点选官方网站右上角各国家爱多美连结 2009年爱多美从韩国开始 依序是开幕国家的顺序 会员不用重复消费 商品要物美价廉 还可以开幕到这么多国家 目标是成为世界级的流通业 这就是爱多美 恭喜你花了时间看到最后 而我最后想送给你一个小小的观念 先解释两个名词 什么是负债 什么是资产 当你做一件事情是会让钱从你口袋被拿出来的 这就是负债 例如买台车 你要花钱 你要保养 但是当你把车拿来开Uber赚钱 就成为你的资产 因为资产就是把钱放进你的口袋 而全世界的富人都是选择买入资产的东西 所以最下面这两张图就很明显了 撇盖外星人与七七人不说 我们都是人类 同样都是消费者 同样都要使用利用品 你会选择到哪买呢 如果你想改变现在的状况 或是想再了解更多 欢迎加我的LINE或微信来询问我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